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旬节原本就是犹太三大节日之一 那么五旬节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节日呢? 要了解基督教五旬节的起源和意义其实很简单 《圣经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着 五旬节那天门徒聚集在一起 忽然有响声从天下来 好像一阵狂风吹过 充满了他们所做的整个房子 又有舌头像火焰那样向他们显现 风开落在他们每一个人身上 于是他们都被圣灵充满 就照着圣灵赐给他们的话 开始说出别国的语言 门徒被圣灵充满后 当日就有约三千人因此得救 受洗成为信徒 从那天起 耶稣的教会开始大大增长起来 因此对基督徒而言 五旬节是圣灵降临日 是来纪念那天神赐下所应许的圣灵 成为基督徒的宝会师 也是教会历史上公认的新约教会诞生日 然而历史上第一个五旬节 却要追溯到旧约时代 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 在西乃山向摩西赐下十戒律法的日子 因此对于犹太人而言 五旬节是感谢律法的纪念日 同时他也是纪念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后 因着农作物丰收而感谢上帝的日子 所以五旬节也称收割节 五旬节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名称 叫做后出手节 因为这个节日刚好是在小麦出手之时 大祭司会在这一天 献上第一批由刚收藏的小麦做藏的饼给神 话说回来 有后出手节 自然便会有前出手节咯 没错 前出手节就是犹太教的出手节 是纪念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 第一次收成农作物大麦 按上帝的指示献上河捆作为摇记的那一天 其实五旬节在犹太教的名字是七七节 这两个名字都来自于如何计算这个节日的方法 因为五旬节就是从出手节那一天起 开始算七个星期 过了七七四十九天之后的第五十天 基督徒称五旬节为Pentecost 是源自于希腊字Pentecost 意思是第五十 而犹太人称五旬节为Savote 希伯来的含义为星期 指的是过了七个星期后的第一天 因此发言成中文叫做七七节 五旬节连同逾越节跟祝鹏节 是犹太三个最主要的宗教节期 需要强调一点 这三个节期都是旧约时期 耶和华神所设立并指定日子的节日 并非犹太人自己创造出来的 说到这里 五旬节的含义就算是讲明白了 用一句话来总结本期节目 那就是想不到五旬节有这么多名字 但是各位抗科老爷们 当我们上网查今年的五旬节 是在哪天的时候 会神奇的得到两个答案 一个是五月十五号 另一个是六月十二号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五旬节呢 基督徒又应该如何庆祝这个节日 才能更贴近满足神的心意呢 这个问题将在下一期 《破沙发》中为大家揭晓 欢迎各位踊跃留言提问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